大家好,我是陈上希医生皮肤专科 今天和大家讲一个有趣的题目 今天想和大家讲什么是蜜 或者另外一个名字叫字 一般人讲的蜜 其实有正确的学名 就叫做黑色素细胞子 英文就叫做melanocytic nevers 蜜或者黑色素细胞子是良性的 可以分为先天性 或者是后天出现 我们今天主要讲就是 后天出现的黑色素细胞子 与比较深色的皮肤相比 比较浅色的皮肤的人 生黑色素细胞子的机会是大点 生智可以是与遗传有关的 有些家庭里面的成员 生智的数目是会多点的 除了遗传的原因之外 也都和阳光照射有关 晒得多 生蜜的机会也都会大点 如果你平时有留意那些人生蜜 有些蜜是平的 有些蜜是凸的 这个其实是和在皮肤里面 黑色素细胞积序的分布有关 如果黑色素细胞积序在表皮层和真皮层中间 我们就叫做交界智 而智是会平的 但是如果黑色素细胞除了积序在表皮层和真皮层中间 还有在真皮层中间的 我们就叫做复合智 而复合智是凸起的 刚才所说的交界智和复合智 通常都是黑色或者啡色的 还有第三类 它叫做皮内智 它是浴色的 凸起的 它虽然是浴色 但是它其实都有黑色素细胞 只不过黑色素细胞在比较深的位置 在真皮层那里 很多时候病人想找医生脱蜜 但是不是所有蜜都可以就这样脱的 医生有一样很重要的工作需要做 就是需要分辨究竟那粒所谓蜜是良性的 还是它其实是隐藏着皮肤癌在里面 如果那粒所谓蜜就这样用二氧化碳激光脱了它 其实是很大问题的 因为如果就这样脱了它 是不能完全清除了所有皮肤癌细胞 清除不完皮肤癌继续生 表面看上去就好像就这样脱了 但是皮肤癌继续在皮肤底浸继续生 这样就反而错过了治疗皮肤癌的黄金期 这样做是非常危险的 所以只能够在医生确认它不是皮肤癌之后 才可以就这样安全脱了它 如果有怀疑就需要做皮肤活继续检查 来去到看显微镜 看看是没有癌细胞的存在 以下一个个案就是一个七十多岁的伯伯 他面上就想有三粒蜜想脱了它 同他做完检查之后 发现了两粒蜜是良性的 但是第三粒在鼻里的那粒蜜就不像是良性了 他有初期肌底细胞皮肤癌的特征 所以伯伯接受我的建议就用皮肤活继续检查去做检验 得出来的结果就是确认了它是一个基底细胞皮肤癌 幸好发现得早 变成手术可以比较简单 以及伤口也是比较小的 复完之后 过了三个月 巴痕几乎是看不出来 被医生检查完 确认了蜜是良性 才可以用二氧化碳激光来做脱了它 脱蜜有机会翻发的 但通常翻发的大小是比之前会小些 如果真的翻发 病人是可以选择再翻脱的 如果脱蜜的阵子 医生画一个很深的洞 虽然这样做是可以减少脱蜜翻发的机会 但因为伤口比较深的关系 巴痕是可以有个永久的粒洞 所以很多时候病人都选择 不想要一个粒洞 就接受有翻发的可能性 任何手术都会有风险 激光脱蜜也不例外 最常见就是复发 刚才也提过 另外就是巴痕 巴痕可以轻轻套进去 或者凸上来都可以 巴痕的颜色是可以白 或者啡啡紅紅 但是通常过了几年 巴痕就会变得越来越不外眼 虽然有巴痕 但通常病人觉得相对起粒蜜 巴痕是比较没那么引人注目 好了时间就差不多了 跟大家做个总结 今天我们讲解了激光脱蜜 脱蜜前需要排除皮肤癌的可能性 大家会不会觉得激光脱蜜很有趣呢? 如果大家觉得今集内容帮到你 就请点击一下订阅 按下铃铛 如果有最新影片就会通知你了 如果觉得影片内容帮到你身边的人 记得还要广泉开去 今次讲到这么多 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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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